鸟鸣剑 王维 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京山鸟 识鸣春剑中 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 一种解释是 桂花有春花秋花 四季花等不同种类 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 另一种意见认为 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 传说王维画的云安卧雪图 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 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 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 不过 这首诗是王维 提有人所居的 黄甫月云西杂体五首之一 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 接近于风景写声 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 因此 已解释为山中此时时有的春贵为妥 贵树枝叶繁茂 而花瓣细小 花落 尤其是在夜间 并不容易觉察 因此 开头人贤二字不能轻易看过 人贤 说明周围没有人事的烦扰 说明诗人内心的闲境 由此作为前提 细微的桂花从枝上落下 才被觉察到了 诗人能发现这种落 或仅凭花落在衣襟上所引起的触觉 或凭声响 或凭花瓣飘落时 所发出的一丝芬芳 总之 落所能影响于人的因素 是很细微的 而当这种细微的因素 竟能被从周围世界中 明显地感觉出来的时候 诗人则有不禁要味这夜晚的静谧 和由静谧格外显出来的空气而惊叹了 这里 诗人的心境和春山的环境气氛 是互相契合而又互相作用的 在这春山中 万籁都陶醉在那种夜的色调 夜的宁静里了 因此 当月亮升起 给这夜幕笼罩的空谷带来 皎洁银灰的时候 竟是山鸟精崛起来 鸟精 当然是由于 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 似乎连月初也带有新的刺激 但月光之明亮 使幽谷前后景象 顿时发生变化 亦可想见 所谓 月明星熙 乌雀难飞 是可以供我们联想的 但王维所处的是圣唐时期 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 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 王维的月初惊山鸟 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圣唐社会 鸟虽惊 但绝不是绕树三杂 无之可依 它们并不飞离春见 甚至根本没有起飞 只是在林木间 偶尔发出叫声 十名春见中 它们与其说是惊 不如说是对月初感到新鲜 因而 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 我们在王维这首诗中 倒不仅可以看到 春山游 明月 落花 鸟鸣所点缀的 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 而且还能感受到 圣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 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 这首诗也是这样 但诗中所写的 却是花落 月初 鸟鸣 这些洞的景物 即使诗 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迹 同时又通过动 更加突出地显示了 春见的幽静 动的景物 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 这是因为 事物矛盾着的双方 总是互相依存的 在一定条件下 动之所以能够发生 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 正是以静为前提的 鸟鸣山更幽 这里面是包含着 艺术辩证法的 本文作者于树成 朗读 白云出秀 白云出秀